所以有很多人在面試檢查的關 就會對長官開始發瘋 他們會在長官面前 賴尿 超衰的行為就是 廢了他們的女朋友 很多人就說男生去完當兵之後 變成渣男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其實是一個挺有名的事件 就是長官門下令新兵要吃屎 你好我是Mira 最近其實韓國已經是 極度積極地叫我們去打第三針的疫苗 我也剛剛收到訊息 打算一會去預約 前幾天跟我的韓國朋友討論 肺炎已經在韓國爆發了差不多兩年 一說兩年韓國人就會立即想到當兵 他們反而覺得當兵更好 因為現在當兵2021年的基準 陸軍要當一年六個月 服役的日數越來越減少 為什麼韓國人要當兵呢 就是因為要去追溯之前 韓箭惟流下來 就是南北兩邊的對峙 到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還是敵對的關係 隨時可能會再發生戰爭 年滿18歲的男生 就一定要去義務當兵 韓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還有65%以上的經濟 生產總值都是在首爾裏面 所以就要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 去維持安全 很簡單一個例子 可能如果你家旁邊住 有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他天天在家磨刀 住在旁邊的你 你都會擔心 你都會怕會不會有一天他磨刀 會傷害你 所以變相你自己在家 你都會準備一個防衛的工具 萬一他真的打到過來 那你都可以還擊 所以韓國呢 少有都還是有義務精兵的 其中一個國家來的 你說相比其他西方的國家 比如美國的話 其實美國那些全部都是自願當兵的 他們的旁邊沒有敵人 或者真的很接近他們 現相比較起來都沒有那麼急切 當兵 其實不可以不說的就是逃兵 因為每年韓國的逃兵 平均是大概700多人 所以會有一個捉逃兵的一團隊 之前讚揚 當兵時他是捉逃兵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他捉逃兵的過程裡面 經歷過什麼事情 而我自己認識的韓國男生朋友們 其實大部分都是不想當兵的 他們會覺得當兵沒有了兩年時間 他們是遲兩年起步 當然要看回不同的部隊 有些可以回家睡覺的話 就相對比較多 私人時間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 但如果你真的很近邊境 那些軍隊其實真的 可能幾個月才回到家一次 才會有那些優價 他們都會有人工 但是不高 一開始 其實是超級低 在90年代 是一萬瘟 其實真的 只可以買到零食的水平 去到2011年 其實10年前 都只是只有10萬瘟左右 所以去到2017年開始 到現在 他們就加到5498瘟 其實都跳了四倍多 然後國防部 有公佈說 可能希望到2025年 可以升到大概90幾萬瘟左右 所以其實坊間 都有一個說笑的說法 GD當兵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賺了錢給GD多 就是因為GD當兵的時候 他的人工每個月都只有 20-30萬左右 但是如果你要問韓國男生 究竟想不想當兵呢 答案其實應該是一半一半 因為其實我也有一個韓國男生朋友 他是本身美國籍 但是他就是在成長的過程之中 忽然間產生了一個愛國心 他就覺得 不行 我要為國家做些事 我一定要回韓國當兵 我要完成男人的使命感 所以他就放棄了美國國籍 特意回來韓國當兵 當然最後他就覺得很幸福 因為他真的覺得很辛苦 另外一半不想當兵的原因 其實說回爸爸那一代 他們大概都要三年 因為當時會有北韓的挑釁 或者有間諜 有一個比較傳統的思想 叫做 軍師父一體 困擦不一致 軍官 老師 父親 是同一個存在 即是軍官和老師 他們的位置是等於爸爸 如果老師和軍官打你 你是不可以還手 即是等於爸爸打你 你是不可以還手 打回爸爸 同一個道理 所以如果你入到軍隊的話 其實就是無條件 要服從上司的命令 也有聽過很多 欺凌事件最後變到自殺 所以有很多人 其實在未進去之前 就已經害怕了 之前好像是2005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挺有名的事件 就是長官們下令新兵要吃屎 就是因為當時的新兵 在去廁所的時候 被長官召集了出去 不知道是廁所壞了 還是他太急衝不及 總之最後長官就發現了 喂 為什麼你沒有衝刺 找人出來認錯 但沒有人願意出來 因為當如果你承認了 那個錯誤是自己的話 在軍隊裡面 其實你很可能 之後就會被人欺凌 被人看不起 被人哭 絕對沒有人想做那個角色 但是軍隊是一體的 所以長官就下令 你們沒有人認錯的話 OK 你們這堆屎 你們每人分一根 所以當時總共有192個新兵 是要一起吃了那盆屎 雖然被下令吃屎 但是沒有人敢反抗 因為你在軍隊裡面 就算如果長官叫你 你要拿著炸彈衝去前面 爆炸 都是要照做的 相對起來的話 這個是比較跟性命無關的 所以都是會照做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無理的指令 所以之後也有匯報回去 被高屯知道 高官們他們都有下令 去作出一些懲罰 所以本身當兵 訓練時間又長 然後又苛刻 要做很多體力勞動 本身已經辛苦了 再加上軍隊裡面 可能會有這種欺凌 欺壓的事件 所以很多人真的廢盡 老舟 都是不想入軍隊 那我的韓國朋友 分享了幾個做逃兵的方法 逃兵 無論是你入了軍隊 走出來 還是夠歲數 你不進去當兵 你都是叫逃兵的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以前有紋身 有種是壞人才是紋身的一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紋身 是會嚇死人的 其中一個規定 就是如果你有身體有紋身 你就不可以當兵 所以有很多人 就在屁股上 可能有人會被卡超 或者問一隻米奇老鼠 就想避兵 是成功的 一開始 但之後你的長官就發現 為什麼每個屁股都有隻米奇老鼠 所以之後就改了 是紋身過多的話 才不可以當兵 因為當兵的時候 你的身體和精神狀況 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才可以進去 如果你的精神有問題 其實他們都會被評為不適合當兵 所以有很多人 在面試檢查那關 就會對長官開始發瘋 他們會在長官面前 正常是一個成年人 你不會在其他人面前 是一件挺醜的事 所以一開始 長官們又是覺得 他一定是太大壓力 他太緊張了 或者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 所以OK 他賴尿給他過 但是一個 兩個 十個 都是賴尿的時候 長官就知道 是出茅招 所以賴尿就不行了 那些人怎麼辦呢 就變成 賴屎 因為賴屎 這件事實在是 比起賴尿更高的一個層級 所以長官們是接受了這個做法 所以很多人 利用這個賴屎的手法 來逃兵 其實做逃兵的方法 真的有很多種 有新聞報道過 有很多人會刻意增肥 因為你身體過重 也是不可以當兵的 在2012年至2018年裡面 法務廳捉了三百多個 特意將自己增重 去逃兵疫的人 如果你身體有殘疾的話 也是不可以當兵的 有些人就會特意 整團自己的手指 或者在身上自己 特意弄大大小小的傷口 在2011年的時候 甚至乎有個男生 用喇叭去麻痺自己的聽力 就是整聾自己 成功得到診斷證明 他又不用當兵了 然後這個人 好笑 他還開班教學 他是教人怎樣做逃兵 他是賺了五千萬瓦的 直到一百年的時候 他當窗事發 所以他又被人捉了 而逃兵其實不是一般人才會逃兵 是明星都有逃兵 上網打韓國 逃兵 第一個出來的字 就會是一個藝人的名字 叫做劉盛進 他當時其實真的是超級紅的偶像歌手 但是在2002年的時候 他本身去日本 但是他就乘機偷走去美國 去拿了美國國籍 當時是震驚整個韓國社會 因為他由出道開始 他又多一次表明 就說如果到自己要當兵的話 他就一定會盡自己的義務去當兵 他因為他形象太正面太陽光 他還成為這個南韓國軍的宣傳大使 但是結果 要他當兵的時候 他就自己走人 所以因為這樣南韓的法務部 將他列入了禁止入境名單 那麼在這18年裡面 不可以回來韓國的 他是完全進不了境 大部分的南韓的民眾 其實都是很不想見到他 那麼在早一兩個月之前 其實他又再次申請入境的簽證 但是都是再次拒絕 那麼他就拍了一條片 就說為什麼要拒絕我入境 真的好沒有人權啊 怎樣怎樣 那麼也都因為他這個轉國籍事件 所以其實在近年來 有很多年輕人 為了不想當兵 轉了國籍的 那麼因為這些逃兵役 轉了國籍的人越來越多 那麼所以兵務廳呢 推動了一個法就叫做 如果一些高層公職的人士的子女 是想逃兵役的話 他們的DM也都可能會受到一些懲罰 那麼但是到目前為止 那麼這個法例都暫時是沒有通過的 那麼另外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Obargana Style的一個Size 其實他都有逃過兵役的 他之前就買了一個工程師的執照 他就申請做網路公司的代替役 但是實際上他沒有復到役 還要開了五十多場演唱會 爆了出來之後他又道歉 然後他要當第二次兵 所以他前前後後加上復役 復了五年 大家都不是太記得他這一段 就是不為人知的過去 大家都只記得他是那個劇馬的大叔 然後另外也有一個代表明星 叫做MC夢 他又是為了逃兵役不擇手段 他一次過剝了12顆健康的牙 搞到他的牙齒被診斷為牙齒無法去正常運作 他在七年裡面都試過總共七次 職業訓練 他要出過旅遊 然後去公務員考試 這些很多不同的原因 去延遲要入伍的時間 最後是以涉嫌理由延遲當兵 被起訴 被判有期徒刑半年 然後要做12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 所以其實你弄到自己這麼辛苦 你還煩了法 有什麼為了 其實不單止他們三個 還有很多 譬如張克 譬如松盛軒 他們全部都可能用假的尿液 假裝有腎病 然後做假的body check 他們就是因為不想自己最紅的時候 進去當兵 浪費了兩年時間 空白了 他們怕出來的人氣會急跌 所以才做出這些行為 其實如果你要理所當然地 可以不用進去當兵的話 其實你就要為國家爭光 所以有很多的歌迷都會覺得 BTS是為韓國爭光 是不是可以盛免他們當兵的規限呢 當然這個就一直遲遲都沒有正式的答覆 但如果你是一個正常健康的人 你想理所當然地不當兵的話 其實只要你做國家選手就可以了 但是國家選手不僅是運動員 是打機也可以 因為韓國其實是一個挺特別的國家 他是非常重視這個打機市場 是會將遊戲機選手 都會承認是國家選手之一 比如在香港 你跟爸爸媽媽說 我要做打機選手 我要打機打小 爸爸媽媽可能會打你 但是在韓國是被承認之餘 做這個職業 遊戲機選手是賺很多錢的 其實我有很多韓國男生朋友 他們會吸煙的原因 我問過 基本上他們都是當兵時有學識的 其實你要學識吃煙 你在軍隊裡面的生活才會比較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不會一個吃的 你通常就會幾個走出去吃煙 吃煙的過程 其實你就可以吹水 聊天 然後你要整輪比較放鬆 所以對於當時軍隊那麼壓迫的環境來說 吃煙是一種 牽靈的時間 某程度上 在軍隊學會吃煙 都是為了 餘下的軍隊生活時間 過得好一點 但是其中一個成為逃兵的 都可以說是大原因 就是因為 女人 你本身是一對很傷愛的戀人 收到這個入軍隊的通知 那女生就說 我唯有村民好好等你的 你放心 通常這個時候 是很容易發生一個 就是叫做病变 就是無論是因為認識了男生也好 或是因為 短一點的關係 所以就想分手了 這個時候對於男生來說的話 他們簡直覺得是不能接受 因為本身軍隊已經是一個很辛苦的地方 再加上忽然間一個消息 出來說要分手 你分手也算好啦 如果你是潛水那一職的話 哇 他們真是極度痛苦 因為以前軍隊是沒得用手機的 他們只可以用公眾電話 所以你不是經常可以跟你的身邊的家人 或者你的女朋友聯絡 或者你要等他們寫信給你的 那他們這個時候就會最忍不住 就最想衝出去找那個女生 那這個時候就最容易成為逃兵了 男生其實也會有一個兵變的 一開始是說 嗯 進去啦 你要等我兩年啊 我們會好好捱過的 等到男生當完兵回來 當然一定會是 更加想獲得更加多的愛 原來有很多韓國男生 都是因為 因為覺得自己這兩年間 有一個默默等待自己的女生 他就忽然間覺得自己升了 覺得自己很厲害 尤其是當完兵之後 大家整個狀態又會fit了 會man了 有男子氣概多了很多 所以他們這個時候就覺得 哦 兩年期間 你沒有其他男人找你嗎 自己的女朋友沒有魅力 他們就會做了一個超衰的行為 就是失去他們的女朋友 很多人就說男生去完當兵之後 變成渣男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的答案就是 要建設於男北的關係緊不緊張 因為我覺得不是所有東西 一定是yes或者no的嘛 都要看回不同的情況 你才可以做不同的判斷 當時是韓正剛剛結束 我們是作為一個生還者的角度 當然保衛國家保衛自己的家人 不是理所當然的責任 因為只要敵人一穿過那個防線 我們就會成為俘虜 男的可能會成為家下囚 女的話可能就會任人有論 所以如果當成我是一個男性 我犧牲自己的話 我可以換來家人的安全 還有可能保留我自己的血脈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是會做這件事的 你說回看現在 他們已經已經過了兩三代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 安穩安定 算是富足的嘛 以前大家都很窮 沒有東西吃 是為生存 現在我們生存就是為了 未來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生活呢 所以變相當兵的重要性 就好像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也會很明白 為什麼我身邊那麼多朋友 都不想當兵 對於他們來說 現在的確是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小小的 韓國軍隊知識分享 如果是不知道 沒聽過的朋友的話 就希望簡單地告訴大家 因為我跟朋友聊的時候 聽到我覺得挺無言 但是搞笑的位置 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吧 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們明天再見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